现在开始善课 这个乌头吃屎指丸 可以说是几种体现张仲景 善用大新大热的有毒之品的一张房子 你看联合用药 把几个热药都给他放在一张房子里 这个是在全书里面比较少见的 这个从房测证也说明这个是阴寒固解 这个日久疼痛剧烈的一种表现 下面我首先请大家看这个方子 乌头吃屎指丸里面有薯胶一两 叫做一发两分 乌头一分是抛乌头 完了腹脂半两抛腹脂 也是这样的一发一分 干浆一两一发一分 这都是等量的 那么吃屎指一两 都是呢相当于一比一 就是乌头呢量小 乌头量小 那么在特别是抛肤脂和抛乌头 在一起用 抛肤脂呢又加干浆和薯胶 这样的新热脂药 大新大热之品 联合 协同发挥作用 所以呢这个温阳诸寒止痛之力 极强 极强 这个关于吃屎指这个呢 咱们是在固色药里面讲的 对不对 在吃屎指这个问题上呢 比方说我们蒋一也认为 它是收敛阳气 固色之性 这个怎么理解 我认为呢 它固色阳气的作用 有两个方面来体现 一个呢就是收敛 那么来还是防止呢 豪散呢太过 第二呢就是也有一种呢 安心气的作用 这么多的这个新热制品呢 偏有毒性 所以那个游在经 在他的注解里面说 除了固色阳气作用以外 取它安心气的作用 安心气的作用 所以整个方济的功效呢 是这个温阳啊散寒啊 俊诸阴邪 因为阴寒这些固解在里 经久不遇 那就得呢大心大热 这个联合用药的情况 是极其特殊的 是吧 所以咱们要是 没有这个临床经验呢 或者用药的这个体会啊 这个药方嘛得审重 因为它这个 是乌头夫子 联合应用不说 还有呢干浆薯胶 是吧 在第十天里面 我们要讲那个 寒散的普通剧烈 我们还能比较出来 它这个用夫子啊 用乌头啊 用干浆啊 是怎么个情况 现在这个方子 是联合用药 为了帮助大家 这个理解记忆呢 现在请大家看这个 选注 一百丁一页的 乌头吃屎指丸的 选注 第一看 一宗经验 他说呢 心痛彻背 背痛彻心 是连连痛而不休 可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一时的 是连连痛而不休啊 则为阴寒邪肾 则为阴寒邪肾 近近乎阳光欲熄 这是寒冷到什么程度啊 见不着阳光那样了 这是阴迈啊 折天的程度 这形容的很有意思啊 非谢白白酒之所能致也 咱们讲 刮楼谢白白酒糖 治疗兄弟心痛的主方 但是呢 他力不 就是达不到那种力量 故以乌头吃屎指丸 主之 方中呢 乌肤交将一派大心大热 别无他顾 俊住阴邪而已 说的多么形象啊 把这个 四要联合大心大热啊 别无他顾 啥也不想了 就是大心大热 俊住阴邪 在下面请看寿氏保元 倦武心未痛 咱们不是讲心痛病吗 他说呀 寒邪冷气 入秤心落 或脏腑暴感风寒 尚秤于心 令人猝然心痛 或饮被捋 或饮被捋 现在咱们不是说呢 心痛车背 背痛车心 所设计的病位在哪啊 心胸不伪 再加上什么呢 肩背不伪 相互牵引 他说呀 甚至经年不差 经久不遇 总这么犯来犯去 这是顽固性的 这个阴寒至盛的那种心痛 这种心痛 包括胃痛 剧烈的胃寒疼痛 都可以这样考虑 贵妇丸西元宫吕燕 这个就说呢 他这个有一个那个什么 贵妇丸的一个应用的 宴方的这个体会 他说呀 就是本方怎么样呢 在家官柜 蜜玩如梧桐子的 就说这个呢 它是做成的丸药 是吧 丸者还野 所以呢 这个就像咱们 夫子李中丸 那个力量要比他可差多了 但是这个丸药呢 它做的量怎么样 请大家看 乌童吃狮子丸 是上午未末至 蜜丸如乌童子大 先食服一碗 一天三服 不支 少家服 让你在肩 就是服用上 一定要从小量开始 是吧 那么逐渐 根据病情需要 完了增盐 他这个呢 说呢 这方还不够劲 再加上什么呢 官柜 那么蜜丸也是如同 乌童子大 一次吃三十个 这个量啊 可比咱们这个书上 说的大多了 是不是啊 每服三十碗 温水下 绝至痛处 即止 就吃下去以后 怎么样啊 疼痛就 马上就止了 如果不止 还可以加到五十碗 以之为度 到那止疼 有效为止 若是招服 无所觉 至午后 再进二十碗 若九心痛 每服三十碗 到五十碗 进一季 终身不发 致心痛 彻背如神 这不是我告诉大家 要审用吗 量要小吗 要注意 这个防止 这个毒性反应啊 但是寿司宝员 给你介绍 这个如果还觉得 力量不够 还可以加官柜 这个量上 他告诉你 乌童子 用到可以到 三十到五十碗 那么止痛力 怎么样啊 如神呢 这个一定得看准 是啥 阴寒故冷的 心痛 是不是啊 俊住阴邪 下面呢 我们对第九篇的内容呢 做一下小节 首先说呢 胸壁病的概念 胸婴部满门制色 甚至疼痛为主政的 一类疾病 在病因病基上呢 第一条 通过阳危阴险 给大家概括十六个字 叫做什么呢 上交阳虚 阴寒内胜 阴秤阳危 避阻胸阳 在病基特点上 实际上呢 第二条 他是强调标识为重 那么第一条呢 他特别强调了 上交阳虚为重的问题 因此是本虚标识 虚实夹杂 作为主政 是以第三条的 那么就是典型正后里面 提到的主政 喘息壳头 胸背痛 短气 主脉 寸口脉 尘儿池 关上小锦硕 我们认为在临床上 以胸背痛 短气 为辩证关键 也正像他在片名里头 所强调的 胸背心痛 两种疾病 短气 是谁呢 胸背的一个半发症 或者是他的肩症 因此呢 我们说主政 主脉 再加上主方 是对呢 胸背典型症后的 一个综合 重点论述的 在编程实质上 首先说胸背典型症后呢 刮楼蟹拜白酒堂 宣臂通阳 或谈下气 以胸背痛 短气 和这个肩有传息可拓 这样为标志的 胸背 弹着雍胜症 刮楼蟹拜半下堂 一定是在 白酒堂的基础上 加半下 作用是啥呢 宣臂通阳 朱饮降腻 半下的作用 朱饮降腻 胸背的气节 在胸正 有虚实的不同 那么 实证的话 支持蟹拜桂枝汤 是一种 宣臂通阳法 是通法 是吧 捉重于呢 蟹板降腻 特别要请大家注意 去掉白酒 加桂枝 是为了怎么样呢 平从降腻 偏虚 这个呢 是三印三用法的 一种 这个举例 人参汤 是因为是 李中丸 变化而来 突出呢 这个人参大补元气 这样的作用 所以呢 名为人参汤 是属于补法 补中助阳 浮正骨本 这个呢 我说呢 前者是通法 宣臂通阳 现在补法 浮正骨本 变轻正的话 是隐邪偏盛 兼见气质 浮灵心肉干草汤 刚才我们已经 用图表做了比较 它是以宣费化饮 气质偏盛呢 水饮亭绪 举止浆汤 致在胃 行气化饮 何谓降腻 胸臂的急证 第七条 义以父子散 应该是以夫子 抛肤子为主药 而义以仁呢 为服药 而且这两种配武 仍然是 去性取用 达到温通止痛 除湿悬臂 因此这个胸臂疾症 是特指的 寒食胸臂而言的 是吧 那么 关于心痛的这个 一定要明确 它疼痛的部位 是特指心下 胃腕部 以疼痛为主证的 一类疾病 那么在 兵一兵机的认识上 同属于 阳为阴前 不重复了 变成实质上呢 寒饮气腻 贵之生姜汁汁汤 温化水饮 下气降腻 阴寒固解的 这个心痛 测背背痛测心 这样的一个 剧痛极痛 经久不遇 那么就 乌头吃食止玩 一派大心大热制品 抛乌头 抛肤子 抛干浆 网绕之后还有什么呢 薯胶 一派的大心大热 联合协同 发挥 郡住阴邪的作用 所以温阳散寒 郡住阴邪 整个九条原文呢 大体上是这样的内容 下面呢 我来做一下呢 就是这个 属于和近代医学 沟通的问题 包括如何呢 消化 这是我们本篇所讲的内容 治症啊 主要是围绕着 第九篇 关于胸壁心痛的理论 和他的 治法方要 谈治疗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有关 这个临床表现的 这个问题 金贵提出典型症后 是吧 主症 主脉 主方 其中呢 辩证关键 强调胸背痛 短气的问题 那么作为近代医学 所指的冠心病 它就是冠状动脉 周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 咱们都知道冠心病了 那么具体来说呢 就是由于供应心脏 营养物质的血管 冠状动脉 发生了呢 这个周样硬化 它是一种什么样 斑块样的病变 斑块样的病变呢 它如果堆积在 冠状动脉的这个内膜上 久而久之呢 越积越多 就使冠状动脉的管腔呢 严重的狭窄 甚至堵塞了 甚至堵塞 那么就导致心肌的血流量呢 减少 供养不足 因此呢 临床它所见到的一切症状 都认为是心肌缺血 心肌缺血性的表现 比方胸闷啊 憋气啊 心脚痛啊 心肌梗塞啊 甚至处死 这一系列 都是呢 由轻转重 是吧 由局部呢 在扩展到周围 那个 因此呢 是一系列的 缺血性表现 因此冠心病 在西医里面 它又成为 缺血性的心脏病 缺血性的心脏病 那么 如何识别心脚痛呢 我呢 按照我们这个 和袁文湘这个联系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如何识别呢 就是心脚痛啊 它是一组症状 是冠心病造成 短暂性心肌缺血的 一种表现 所以呢 这个 冠心病的最常见的 临床表现 可以按照我们 胸壁心痛篇 所讲的 辩证失质的内容 进行这个 辩证失质 也就是说呢 不同人在发病的时候 疼痛的形式 不完全一样 但是对于同一个患者呢 在一段时间里头 他这个症状啊 发作的前后啊 出入不是很大的 所以呢 由于非常相像 所以你在这个 接触病人的时候呢 问诊的重要性 是不可忽视的 问他什么呢 这个 首先呢 就是应该呢 这个 问他疼痛部位 疼痛部位 大部分的 这个心脚痛的部位呢 都是在前胸 或者偏左 也可以呢 表现为 近前部的 就偏上的位置 近前部的 疼痛 范围呢 小的可以到 一个拳头左右 因为心脏本身呢 就是相当于 自身的一个拳头大 那么他放散性的疼痛呢 有的小于拳头大 这位置我说了 前胸 可以稍微偏左 还可以稍微怎么样呢 偏上近前部位 脖子下 也可以大成一片 骗击什么呢 全胸 这是不同情况 因人而异 当然也和他的那个 病情的程度相关的 第二呢 要问他疼痛的性质 这个心脚痛呢 是一种顿痛 或者呢 半有压迫感 或者是一种 憋闷和阻塞 就是我说的那个 压榨感呢 紧箍感呢 那就比较重了 一般呢 都是憋闷的感觉 都是憋闷的感觉 这是有关疼痛的性质 也有的人感觉啊 是紧缩的同时吧 有一种那个热灼感 有的人表现为热灼 所以有的人主张 小献胸也可以吧 连下楼 那得看 舌脂舌胎 包括体质 那么重复发作的话 它可以搬有大汗出啊 或者是甚至有的人 就觉得够呛了 有一种拼死的感觉 这个呢 就是程度比较重 你不要忽视 一定要用信念图啊 或者心工的那个检测啊 跟踪 第三呢 就是持续时间的问题 那么心脚痛发作 由情到重 之后呢 逐渐缓解 有的呢 就持续三五分钟 三五分钟 如果发作超过十五分钟 就应该呢 怎么样呢 注意到防止心梗的发生 超过十五分钟 你就得引起重视了 第四呢 就是诱发因素 诱发因素 有的是因为过劳 体力活动 这个是最常见的诱因了 也有的是因为什么 寒冷刺激啊 天冷 有的时候 他自己觉得 他穿的不少啊 但是呢 寒冷非常敏感 因为怎么样啊 内里的是 阴寒之邪 称聚于阳位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内外一相应的话呢 等于加剧了 寒邪那个 壁足休养的这个情况 还有呢 饱餐 饱餐的话呢 为什么对心脏有影响呢 因为这个 这个血啊怎么样呢 都集中到胃 是不是啊 尤其咱们吃完饭以后 为什么不要马上去这活动呢 就是要把这么一个短暂的机会 给胃 减轻心脏的负担 酗酒 这也是一个诱发因素 吸烟 当然说 这个少量的 或者他就有吸烟的习惯 但是这个呢 往往有的时候 也成为一种诱发因素 过度不行 什么都是 太过 不可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不良的精神因素刺激 过于激动啊 生气啊 烦恼啊 忧愁啊 这都是呢 诱发因素 你要看 所有的病人 你要问他 他都是 事出有因的 他都能和讲 这次发作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在你的问诊的内容里面 一定要注意 这样呢 可以帮助你掌握发病规律啊 对于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 再一个呢 就是细心总结 发作前的预兆 到底是一个什么症状 可以帮助呢 这个患者呢 分析 让他在护理方面 在这个生活的起居等等 各方面 对防止发作 很有好处 很有好处 另外呢 在缓解方式上 就是说在有指导性意见的方面 就是第一 就是问一下 是这个病人 是停止活动以后 症状就能缓解呢 还是需要呢 坐起来 是吧 需要用救新丸呢 或者什么呢 这样塑效的药物 这个呢 就表示这个程度的情重 可以通过药物呢 来提示你 再有呢 就是比方说 舌下汗那个硝酸肝 一两片 差不多就是一片三毫克吧 两片就是六毫克 如果在一到三分钟之内 可以使症状缓解 那么呢 这个呢 也证明他的这个病情 还属于 就是允许中药观察 是吧 你一定呢 坚持 就是说呢 可以通过中药的变成失智以后呢 使他这个硝酸干油片呢 逐渐撤掉 只有当他紧急情况下 那么随身携带呢 再使用 这样呢 对于他 所短病程 缓解症状 中息呢 来核治 很有好处的 我还想说一个呢 就是应当注意的呢 就是一类 就刚才我提到 就是过劳引起的这种心脚痛 也可以叫做呢 劳累性心脚痛 轻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就知道 那么马上呢 休息 是吧 不要着急躺下 最好是呢 半卧位 或者是座位的形式 比较合理 比较合理 那个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较轻的了 再重的话 就是自己呢 配合 这个中药 像素效救星丸呢 西药呢 消酸肝油啊 都是这样的 这是老累性 那个呢 就是警示他 从现在开始 就是注意休息 是吧 注意休息 配合 中西药治疗 可能呢 就很快地能够改善 能够缓解 还一类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不稳定性的心脚痛 他这个呢 就是什么 多在那个 安静的时候发作 夜间睡觉好好的 或者是呢 就是安静的时候 谁也没惹着他 他突然呢 就觉得呢 心天区 不输 就是憋闷啊 或者怎么 也有的话呢 就是出现什么呢 就和这个 浮了消酸肝油 效果不显著 这就叫做 不稳定性心脚痛 不稳定性心脚痛 那个原因呢 就是缺血缺氧 是吧 这个呢 必须呢 经过医院 这个就是中西要量法来治疗 这个呢 不能忽视 还有一个呢 我认为呢 就是这种心脚痛啊 发作 比方说神皮啊 乏力啊 胸闷疼痛啊 就是我要讲的 人神汤症 这是本需 就是缓解气也好 或者疼痛的这样的话呢 经过休息啊 它好像能缓解啊 这样啊 就是缓则致气本 一定呢 要用人神汤的这样治法 如果像呢 牵引疼痛 而且这个舌脂呢 舌边都出现淤点淤斑了 舌脂紫了 这个时候呢 光用宣臂通氧法 刮楼泄白三方的加减 已经不够了 就是应该再增加一个什么呀 活血化育法 活血化育法 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从临床体会呢 第一 标本监制的话 一定得有什么呢 补气的基础上 再通过呢 化痰 就是呢 宣致通氧法 就是标本监制了 如果呢 由气质 是吧 因为我已经说了 它那个是什么呀 周样硬化的变化呢 是一种斑块形式 而我们的化痰药呢 恰恰呢 对它这个斑块呢 有一种溶解的作用 可以去除这种斑块 因此能够改善呢 血管内膜的这种 周样硬化病变 那么如果气质 达到血域的话 那么当然我们说 气虚呢 也影响血型 因此呢 在补气的基础上 加上什么呢 活血化瑜 这个活血化瑜 近年来呢 就是对于 王清任的 学府猪鱼汤的应用 可以说 是这个增减合理 是吧 那个疗效非常显著 是吧 那个实践也证明了 这个光化痰 不去瑜 或者呢 一味的活血化瑜 都会造成的怎么样 气的更伤 气的更虚 因此呢 最好是标本坚固 当然缓解期 或者是呢 标识不重的情况下 就是标本坚制 或者是呢 谈于共治 那么在初期严重的话 比方说我说的 那个心前驱疼痛 那个心脚痛 比较明显的情况下 急则置期 不要着急去补 一补的话呢 补利于怎么样 学院必通洋 那么下面呢 我来说一下呢 活血化瑜的 这个代表方 就是这个 学府猪鱼汤的应用 学府猪鱼汤呢 原方是这样的 桃红四五汤 四五汤里面 生地改成熟地 持勺呢 用的是白勺 就是这样的 四五汤 再加上桃红花 另外呢 行气的药 那么像这个支鞘啊 包括戒梗 宰药上行啊 还有柴虎 因为是胸鹰布啊 涉及到两斜啊 所以这个学府猪鱼汤啊 他对于心 这个脚痛的情况啊 另外特别用了牛膝 牛膝这个药 也能够饮血下行 饮药下行 是不是啊 这个作为学府猪鱼汤 我说它有利 就是从方剂组成上 很合理 特别是通治一切 弃治血淤的药房 治疗冠心病的话呢 因为我们已经分析了 张宗领对他这个发病的因素呢 考虑呢 一定是胸阳不振为主 上交阳虚是胸阳的不足 胸阳的不振 那么作为阴寒内胜 这个呢是寒凝气质 当然要导致瘀血 所以尽管他在本篇里头 没有提示活血化育的法则 以及代表方 十一篇里面有关干拙的命名 以及宣布花汤的那个作用 实际上也可以说 是补出的活血化育方 也可以用于胸壁片 不是说近代医学或者中西医结合 才考虑到应该活血化育 张宗领的活血化育 包括胸血的那个病变呢 包括那个在干拙里面论述的 在十一篇我们再讲 现在我来说 学府注意堂的应用上 在应用到这个 关心病的心脚痛上 应该去掉吃勺 或者白勺 不用这个 不用勺药 去掉生地 去掉甘草 这就是呢 减去自逆之性 减去自逆之性 因为阴寒之血 而且这种呢 导致气之血鱼 只能用温通法 是吧 你不管是宣臂通阳 还是仁臣汤的浮证固本 还是后来温通止痛 包括芳香温通止痛 一定要避免 自逆阴柔之药 那么应该去掉这些 加什么呢 就像瓜楼啊 蟹白啊 柜枝啊 因为圆房里头 有戒梗之窍 所以呢 这瓜楼蟹白 柜枝不可缺少 如果说为了加强 这个止痛作用 活血药可以加失效散 普黄五菱脂 生用活血化鱼 对不对 加用失效散 因为圆房已经有桃红了 加上呢 普黄五菱脂 生用活血化鱼 为了取其方向温通的作用 临床我愿意用弹香 弹香这个药 那个它呢 这个你可以在方济里面写上弹香 十颗厚相 在汤济里面一定厚相 保证它的方向气 不要完全挥发掉 它这个止痛作用非常好 可惜呢 就是弹香的假药太多了 如果是真的 就应该像咱们 使用那种弹香木的那个扇子 一扇怎么样 非常香 颜色稍微有一点 发粉红的那样 那才是弹香木 才能取其它什么样 方向温通止通力 还有呢 愿意用的话呢 就活血呢 而不流于 那就是三七粉 三七粉你可以 一千到两千 一千 一千半 两千 怎么样呢 木 冲浮 汤济 冲浮三七 我觉得呢 就对学府注意汤 包括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些法则 一种呢 活血活用吧 我上次讲呢 男子五八 肾气衰 四十 四十这个年龄 阴气自扮演 所以他胸阳本身 就显得怎么样呢 不振啊 不足啊 或者阳虚 阳虚呢 阴寒血必宁 就是这种 阴血产生的原因 阳虚阴寒血必宁 说这两个意思呢 就是说啊 气质血鱼 要形成活血化 要形成血鱼的状态 那么作为阳虚阴虚 也同样可以导致呢 血凝血质的问题 因此活血化语法 一定要配合应用 至于到底用哪些活血化语药 用多大量 用多少 多少胃 这个呢 就根据呢 实际情况 比方说上海 这个有的专家提出啊 咱们这个呢 是提到的是中气 胸中的阳气 那么从中胶呢 耳致 来解决 胸中大气运转 那么根据刚才我说的 这个年龄 五八身体衰的问题 他认为呢 应该呢 从补肾入手 或者呢 补一心肾 再加上呢 这个 宣秘通阳法的去谈 再加上 或许话语法的怎么样啊 去 这个呢 也是 从理论上 那么在纵景学说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发挥 是不是 那么像宣臂通阳法 以瓜楼蟹白白酒汤的这个治疗 认为呢 尽管瓜楼是偏寒凉质性 干而微寒 但是有白酒啊 蟹白啊 包括桂枝啊 是吧 半夏呀 这一类的药 温 温通的药物 那么它可以同样 令心气内动 令心气内动 所以是胸壁心痛 特别是胸壁病 治疗心脚痛 这样的一些临床主症 有特效 下面呢 我再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胸壁心痛病人的舌脉问题 这是74年左右 我在新医学杂志和新中医杂志上 看到的 那么这些年来呢 我就一直按照他所说的这个舌脉啊 那么 注意观察 现在呢 提供给大家临床参考 第一个 关于舌胎的问题 胸壁心痛 属于阳眉阴前这样的病基所主的 舌胎呢 应该是白胎做底 因为它是阴寒之鞋的标志 一定是白胎 一定是白胎 说明的是拙阴上干于 青阳之躯 青框之躯了 白胎做底 上皂呢 一层薄黄胎 但是这种薄黄胎 一般多滋润 这种滋润的 薄黄胎 是预阳化的假象 不是时热症 所以那天我讲 关于我看到的那个阳虚发热 气虚发热 它也是舌脂淡 胎白 但上面有薄黄 甚至有一层的腻的那种感觉 那是假象 第二呢 就是关于呈现黄胎的问题 呈现黄胎怎么理解 认为是阴邪称聚阳位 刚才我提到了阴邪 就是寒食之邪 称聚阳位 是一种表面阳化的真相 也可以说呢 是阴酌呢 比于胸中阳气上腾 因此叫做表面阳化 是一种扶阳外跃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说明呢 作为它本身的阳气虚弱 或者衰弱 无力去除阴邪 所以就得依赖这个 温阳啊 助阳啊 通阳啊 这样的一系列药物 来轻矿 是吧 来把它的这个 这个上交 阳气不足 或者说的阳气虚衰 阳气的情况呢 得到纠正 如果你错误的 把这种黄胎啊 误认为是食热 用苦寒药 清凉药 那就呢 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了 是不是这样啊 现在我们说 整个复习张东景的第九篇 特别乌头吃吃吃完 你看 都用到什么程度了 是不是啊 联合用药 大心大热制品 那么所以这一点呢 不可不知 学完第九篇 这方面 一定是 舍指舍胎 特别是这种 薄荒胎的假象 一定要识别 千万不能 见黄就清热 就用清凉 苦寒之计 那他讲的是 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了 第三呢 就是舍指给你的提供 非常重要 现在我觉得 比较资深的一些西医同志 心血管疾病的专家们 他也跟咱们终于看 注意学习什么了呢 看舍指 看 指甲 看指甲 就是微循环的研究啊 他已经注意到了 甲咒微循环也是这样 他要看微血管的变化 因此呢 这个动脉硬化 不要只看到冠状动脉的硬化 血管的大中小的 血管的硬化状态 它都要影响到这个 但是我们为了讲 胸壁心痛的 这个典型症后 特指心脚痛 和他的相互关系 舍指子岸 边有瘀斑 或者是瘀点 这个呢 当然不仅仅是在这个 心脚痛的病人 关心病的病人 复合病人 更是 好多的话 非常典型 他自己大概正常都描述的 不很清楚 但是你一看舍指 提示瘀血 你就可以怎么样啊 应用活血化瘀药的问题 这个呢 有时候我们还看到什么呢 舌面上见瘀点 舌面 不是说非得是舌指子 口唇指 有的是在边儿 一块 是吧 成为瘀斑 挺大一块 在两边 或者是一侧 有的呢 就在舌尖 很小 还有在舌面上的瘀点 这都是 诊断的标志 用药的指针 这个呢 也是请大家注意 因为它吧 不仅是帮助你诊断 同时也等于判断 临床疗效 你比方用了一周 或者两周 你看它的紫色 或者说发担子 发暗 清浅没清浅 是不是啊 那个子斑和这个 这个瘀点呢 大小或者减少的程度 指导你临床用药 这是咱们综医的一个 临床啊 思维也好 是吧 变成失智的这个 这个什么也好 就是技术手段也好 这是我们特有的 是特有的 一定要继承下来 关于这个 卖法的问题 是吧 我觉得它用 杨梅阴弦来概括的呢 非常切合实际 是吧 它要提示的是病基 用卖相论述病基的 但是这个卖相的话呢 它也很说明问题的 你比方说 常见的这个 华卖 这个华卖的话呢 我们说 实际上是平均的 动脉压增高的表现 那么作为微卖来说呢 正好是一个 相反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啊 那么它呢 实际上也是标志着 这个心脏的 这个蹦的功能呢 低下 没有力量 卖道呢 鼓动无力 所以微微别别乎 摸不清啊 虚弱啊 那么咸脉 反复强调 我说咸脉是阴脉 对不对 实际你要一摸那脉 那咸脉好像像咸一样 还能拉起 好像是有力量 为什么还说它是阴脉呢 这个呢 要从这个 临床看 这个心电图 相对应来看 这样类的病人吧 一般都心工地下 心工地下 所以这个弦脉的话呢 它尽管是标志 标志着动脉血管内的 压力和阻力增高 但是从病情 和那个心电图 所显示的来说 是心工地下的表现 所以这个呢 我们应该呢 就是注意吧 关于什么 陈迟啊 什么的 那这个和那个心率加快啊 昨天结合 那个缘分分析 我已经说过了 已经说过了 这个 基本的制法 张仲景的在制法上 归纳为三大类 对不对 宣必通阳法 那么瓜楼卸拜三方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瓜楼卸拜三方 怎么来理解 怎么来鉴别 首先说这个 三方的方要组成 是吧 瓜楼卸拜白酒 三要组成的 主方 它的功效一定是 宣必通阳 或谈下气 或者说 或谈利气 正后 一定是它的典型正后 包括它的主正 主脉 是吧 那就是呢 胸背痛 短气 兼喘息合脱 瓜楼卸拜半下汤呢 是在原防基础上 加半下 是吧 为了帮助大家记忆呢 我说是过多 谈饮 未至原饮 源源不断地 因饮邪 是吧 在增加 所以呢 一定要 认识到 它的病肌也好 症候也好 是属于谈饮雍胜 谈饮雍胜所致 所以呢 它这个呢 就表现比前一阵的 加重的在什么上呢 一个是从 喘息合脱短期 发展到不得握 是吧 从胸痛 胸背痛呢 发展到心痛侧背 因此呢 要加上半下 取其宣臂同阳 朱饮降腻 知识泄白贵脂汤 一定要把白酒减去 加上贵脂 这个呢 就是不需要 再去行其要事了 是吧 要把它呢 气腻的问题 要得意纠正 就得贵脂 发挥贫松降腻的作用 关于泄满降腻的 这个问题 我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书上的选注 在多少页呢 97页 唐龙川的补证 他呀 给这个张宗景的 这个宣臂通阳法 这三方啊 看看说得多好啊 用药之法 全贫护证 天一证 则天一要 一证 也一要 观宗景 此节用药 更知 毅力严密 不得含糊也 过 但解胸痛 则用刮楼蟹白白酒糖 是吧 要解决胸肺痛 啥方呢 刮楼蟹白白酒糖 煮方 下节天出 不得卧 是天出 水饮上冲也 则天用 半下一味 以 降水也 是吧 和我讲的一样 但是他用 但是他用他的话 说的 再下一节 又添出 胸皮满 也可以说 胸皮闷 则加 知识 以泄 胸中之气 斜下之气 也逆强心 则加 后婆 以泄 斜下之气 等于把知识 和后婆 怎么加的 谁来泄 胸满呢 知识 谁来泄 腹满呢 泄斜下的 那个泄 腹满呢 就是后婆 这也算张仲敬 凡用知识 后婆 就是这么区别的 是吧 用知识 比方说 刚才我讲 学府主义堂 他用的知识 你也可以改用什么呢 知识 因为他泄胸满 效果非常好 泄腹满的话呢 就是后婆 将来我们讲 第十篇呢 后婆三五堂 包括什么 小成器啊 什么的那个 他后婆的用意 泄腹满 这个里头呢 他为了解释呢 气腻 是从斜下 气腻 他认为呢 这个 斜下的腹满 选用后婆 接下来说 纵景啊 犯凶满 凶满 君家之实 犯 腹满 君家 后婆 此条 有凶满 斜下 逆枪行之证 故 加此两位 与上两方 又不同意 那么 读者 细心考求 则 纵景用药 之通力 乃可 适宜 好像他给咱们 讲了一次 这个三方的比较 讲得很清楚 所以呢 作为知识 解白贵之汤 去白酒 加贵之 以及 家用知识后婆 这个道理 就因为它是气质实证 不仅有胸臂 典型证后 它有胸满 斜下逆枪行 是吧 有胸满 斜下逆枪行 所以呢 总合起来是 宣秘通阳法里面 信满 降逆的作用 信满 降逆的作用 这个 昨天呢 我简单给大家 说了一下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 第九篇里面 胸臂的七条 是不是啊 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义负子散 温通止痛法 包括近代的 再加上一个 方向温通止痛 这个作用力呢 就更显著了 所以在脏腑辩证里面 胸臂这一篇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很好的示范 就是它辩证 实质的一般规律 在辩病与辩证 相结合的地方 特别在辩证的入手上 首先辩虚实 辩虚实 第一条讲的是 本虚标实 以本虚为重 所以说择期 什么呀 虚也 是上交阳虚为主 为重点 第二条呢 他又强调呢 很平常的一个正常人 突然怎么样呢 短期不足以息 现在我们看到了 短期不足以息呢 尽管是一个突发的 现象病人就感觉不输了 还是胸臂偏里面 一个什么病呢 最轻简的一个症状 对吧 最轻简的 但是也是一种标识的 一个标志 所以这个呢 首先变虚实 那么具体的话 他处方的话 气质实证 宣必通阳法的里头 选泄满降溺的 知识泄白 贵之汤主制 而本虚 塞阴塞用 不能因为假象 凶满气密 所迷惑 还得呢 以补法 来致其凶满 所以叫塞阴塞用 人身党组织 这是变虚实的典型 例证 我们叫做同病一致 这个原则大家也清楚 变轻重 变轻重 那就是呢 胸臂的轻症 就是胸中气色短气 也是短气 但是有胸中气色的情况 比那个单一的短气怎么样了 又重一点 但比起胸臂整个的变化情况呢 它是为轻症 那么呢 它要变病胃 变病胃 在肺的话 那什么重呢 隐邪重 由于隐邪组织气质 对不对 盘隐组气 那么所以呢 就是浮灵性而干草糖 要是再胃的话 那就是胃气的不降 由于呢 这个气质 而导致呢 隐庭 就拘止江汤了 这是变轻重 变缓急 那么这个地方呢 人身汤认为缓 是不是啊 为扶正顾门法 就代表方计 那么在它发作后啊 正常缓解以后啊 那人身汤 为主啊 补仪当中 你再看 是去谈呢 还是活血化语 今天我讲完之后 是这样 对不对 补气的同时 或者间以化痰 间以活血 那么作为急症发作的时候 那就是义以夫子散 义以夫子散 特别是 涛夫子的量 一定要大于义人 义人的作用在这里面 因为他的寒凉之性 必须依靠 抛夫子来佐治他 是吧 去性取用 取抛夫子的大心大热之性呢 来针对寒食之邪 是吧 驱寒止痛力 特别强 而这个 义人呢 能够驱除失邪 同时能够舒缓什么 筋脉俱集 顽痛 那么 如果觉得呢 这个义以夫子散 对于疾痛缓解力量不够 甚至于对于心痛的那种 心痛测背 背痛测心 部位扩大 而且经久不遇 他给你的 是什么呢 做成丸祭 丸者还也 和散者散也 这在塑效救急 和丸者还也 在不伤症的情况下 缓缓突之 完了呢 还取其郡诸 隐隐血的这个作用 就是乌头痴痴指纹 乌头痴痴指纹的这个应用 这是变缓级 在病位的问题上 请大家注意 胸硬部 首选谁啊 瓜楼 蟹白 白酒 桂枝 是吧 那么也可以考虑说呢 这个是 如果厌疾到 胃和两邪的时候 有桂枝不说 还得加知识后合 是不是啊 知识偏于胸满 后果偏于两邪 以及腐满 如果偏于胃碗心痛的话 胃碗心痛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生姜啊 芝食啊 半夏呀 是不是啊 包括 乌头痴痴痴 那一些什么穿胶啊 是吧 干姜啊 这就是对于心下 胃碗部的 这样 我再想呢 说昨天 刚才课间有同学也问我 这肝草的应用问题 九条这个原文里面 就有两方应用了肝草 是不是啊 一个是人参汤用肝草 一个是福林心儿肝草 汤用肝草 全都是在胸硬部 看见没有 是指胸硬部的 这个病情 那么而且这个地方呢 它偏于什么时候 才用到了肝草呢 是胸硬部牵引的心下 涉及到胃的时候 才用了 你不要认认它 治在中胶嘛 完了要解决胸硬的问题 所以是身将筑草 一定是解决胸硬部问题 要从中胶耳致 涉及到心下 涉及到心痛 或者说呢 这个胃的寒饮 比较重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适当驾用肝草 所以它不用治肝草 肝草的量不要大 是吧 它是为了振奋阳气 才用的 因为振奋阳气呢 它有利于这个呢 什么呢 划除隐邪 是这个 我想呢 比方说 梅合气 治疗梅合气 在夫人三篇杂病里面 杂病篇里面 提到一个什么呢 半下后破汤 你想没喝气呢 就在哪呢 你看 咽喉这个部位 也算胸隔间以上吧 这个病变 半下后破汤 它用酥叶 全面用肝草 因为那个病基上 也叫做什么呢 痰气瘀解 因此呢 这也等于帮助我们理解 为什么不用肝草 是不是 尽管是阴寒之邪 肝草还是微缓 因此我在讲 化育方里的那个 学府猪育汤 也是要把甘草啊 生地啊 是吧 包括勺药啊 让酸炼 阴柔的药物去掉 就是要有力 化出阴寒之邪 看看能不能帮助解释这个 这也是从重景的 这个本篇的内容 得到的启发 得到的启发 那么在这个 应用新热制品上 它这也有呢 层次之别 你看 蟹白白酒 效果不行的时候 用桂枝 桂枝不行的话呢 怎么样呢 就是呢 泡芙籽 泡芙籽不行了 怎么样呢 乌头 是吧 都是同一类的药 但是呢 它区别 乌头觉得单独用 还不够劲 怎么样呢 薯胶干姜 泡芙籽 联合应用 很有启发的 因此我觉得 像我刚才介绍的 哭来笑去散那个方 它为什么对于 治疗急痛也有效呢 其中它也是温通力 再加上方香的 是吧 比方说 梁浆 碧薄 是不是温通的药物 温中去寒力啊 是不是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 我提到的 檀香啦 酱香啦 酱针香 檀香 酥荷香 冰片 都是方香开窍药的 这个应用 活血化育药呢 我觉得 目前临床 比方说 在进行改革成功的 复方单身片 复方单身片的药物 请大家注意 就是单身 三七加冰片 三个药的组成 现在能够把它做成 复方单身胶囊 它是提取物 这个量的比例 是咱们国家的保密了 但是药物组成 请大家看 和我今天所讲的制法 基本制法 一致不一致呢 一致 所以呢 不管是从新药的开发上 还是进行改革上 张仲景都给了 做了示范 散记散野 包括给药途径的 昌浦穴 是吧 楚鼻 桂穴 捉舌相 现在都很多呀 现在我看 有的人搞创造发明 做一个什么呢 胸带 跨在脖子上 在新天区 既能够嗅到 也能可以对新天区 皮肤吸收药物 当然这都是 具有创意的一些方法 还有待与临床实践呢 来考证 这堂课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讲第十篇